我了解小哥的唱歌有几大特点 第一 头痒到45度脚 有研究的 第二 一定要保持一种笑容 第三 手要抬高 第四 臀要撅起 第五 跟着歌的节奏 脚来打尖 一尖寒美 奥里雪中 你这个是腰间盘突出 哎小哥您年轻时候就这样吗 哎对啊好像一出道有多少年 问这啊 哈哈哈哈 我17岁就出道 唱了有将近40年了 哇 哎 小时候你知道那时候都是什么看些什么唐诗 诵词之类的 所以就是中规中矩的 所以动作全从唐诗里面来 啊不是 额额额 趋向向天歌 不如 基于我们的发现 我们今天想验证一下小哥 哎呦 能不能没有标签的情况下演绎几首作品 哇 ok 那就要有惩罚好不好 什么惩罚 就讲个段子吧 啊 啊 唱什么歌 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好来个key好不好试试看 你问 我爱 没毛没毛没毛 你问我多深 哇 你有几分 我的情无疑我的爱 永远 原谅爱 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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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我们每个人讲一下刘维你发现 小哥首先他的脚有点情不自禁了 他的脚趾已经往上抬了 可是脚掌还在地上 皮鞋在动的感觉 对 我发现小哥刚刚最辛苦的是控制自己的眼睛 因为平时都是往上看 小哥找了一个点 你闻 他后面屁股夹紧了已经 哎对对 哎好厉害 他发现我还提纲了呢 哎 大家觉得有没有露馅 要不要把小哥说一个段子呀 要 这个说段子其实没关系 大家都像老朋友一样 对对对 生活里有的时候枯燥 很闷的时候 听听哈哈一笑 这晚上该睡觉了啊 这个先生哦好兴奋啊 专了专了被子就去了 老婆香喷喷的您知道吧 哎 哎呀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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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今天没有不行了 明天我要健康检查啊 不行改天改天关灯关灯关灯 灯就关掉了 有佩音哇 哎 结果在黑暗中啊 听到他先生转转难眠 翻来覆去还有叹气的声 哎 哎呦订灯又开了 他先生又爬起来了 老婆明天总没有看 我还没听够哎 你是想听段子呢 还是想听歌呢 刚刚唱的是那个慢节奏的歌 我想听一首快节奏的歌怎么样 唱一首那个梅兰梅兰我爱你 那个歌我知道小哥唱的时候 那个拍子要打得很准 这就是一个考验哈 哎呦好吧我来试试看哈 好 没蓝没蓝我爱你 哈 哈哈 软花招人蜜 你像美花变绫绿 看到了没蓝就想帮你 没蓝没蓝我爱你 你像浪花招人蜜 你像没花变绵绿 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 哇 好像圈子也很多 又被发现了 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这个时候注意了脚上不打节奏了 但是尖再打了 梅兰 梅兰 我爱你 那是不是要接受惩罚呀 刚才讲段子已经讲过了 让小哥跳一个舞 我跳舞 小哥你跳什么 我们做你的舞蹈舞者 哎呀 好啊 好像不太轻松了 很可送后 那是怎么的 我有个女生 的游戏 也真的 就是这个那 tab 你觉得是什么 的 我感谢出来了 我感谢出来了 球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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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